让徐娘不免大为失望 当然了 虽然失望可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啊 徐娘希望丈夫对自己还是真心的 可是他得到了吗 没有 把徐招配提到之后 交易呢 后一段很快就对他失去了 没有出现了 他开始最新于老庄之道 对徐娘经常是视而合见 一般呢 徐招配 他在花生招两个叫细交易 他就发现没问题 于是公的徐娘就改召去了 有什么蚕食作妇吗 但是我也来啊 就是交易和文友们 找一件事所为何呢 徐娘经常是不请做道理 大家一起临师作妇 说实话 与徐娘的才行和美艳程度 女子当中堪称西游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徐娘仍然不为所动 后人推断了 八成这个时候的交易 有点像社交英雄算 那个刚刚学会一阳子的断王爷一样 对于这个玄学之道着了魔了 这让徐招配很生气啊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每天徐长北听说 交易要的 八次算命数 亚曾八次命数 是第一云生存八次推算的 一门张国书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次命数 二十一年的到达 现场八次算命数 一家风水物体 领土法律 到港微信 二零八八 二零八八 公中认识 于是从他的故意解析 化了半点脸 从这半面妆去见交易 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这是广自交易 你只有一只眼睛 那就只配看我半张脸 大胆啊 为了让丈夫重视他 他不惜出此的下策 我还没想到 最高对于交易 还是没用 交易当时 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就这样 在寂寞深宫当中啊 徐娘芳华虚致 年尽不惑 而终于有一天 当一名叫 继继江的白面书生 向他表达好感的时候 徐娘再也半张不住 每当交易在殿堂之上 和群臣大谈老庄之道的时候 看徐贵妃和继继江 会在宫中内院 享受着他们的宣众 好了 按说后宫折贵妃 自己的家领导呢 这可是事关皇族几面的大事啊 交易真的就对此一无所知吗 不是 有句老话说 只能是包不住火的 有人向交易放到 但是事情让人 的确是觉得不可思议 得知此事之后 杨阳对交易也没有这个可能 杨阳是清智的 还是只谈不死 文学和老庄 他的不闻不问 足以助长了徐贵妃和继继江的往来 慢慢的这事就传的满城尽知 甚至有人开玩笑问继继江 滋味如何呀 而徐贵妃也毫无隐晦的说道 徐贵妃老 称运妞村 这句话就有人记载下来了 成为今天的称译 是吗 当时交易 到底脑子里 是怎么想的 他真的不在意皇家脸面 真的不在意自己的尊严 而任由自己的老婆 给自己戴绿帽子吗 不是 当西魏大军唯臣江远时 秦阳在后宫紧紧拥抱着自己的秦郎 他希望秦郎能够带他一起援手高飞 可是这个时候 秦阳正说了秦伦的怀态 一丢烟了 不如先把我们 我们不请留意一下 当时移高费的公路就放声把哭 而就在这个时候 交易找人 却轻轻地说了一声 那是 过往一段 别走 明白吗 这就是交易 对于秦阳 他早已恨之入伍 但是他一直在等待最下的时机 才用最残热的方式 在徐娘最痛苦的时候 血向下壮 伤口上打一把盐来羞护他 这次徐娘终于明白 秦阳靠不住 丈夫也靠不住 他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 悬梁 不住 也是可怜